也就是我們假設我今天輸入某一個編號 比如說輸入001的話 Enter過之後他會自動幫我把那個001就是這個吳伯薇這相關的資料幫我帶過來 帶到另外一個工作表幫我列出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如果將來你有一個資料在另外工作表就是可以自動帶過來 也許你要列印的話你可以把這個人的資料當成報表直接把列印出去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第一個 可是問題 如果我要換下一個人的話當然你這邊可以做輸入 輸入002好了Enter過 他會自動幫我把第二個人帶過來 當然 你想說那這個地方假如說我今天輸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幾個人也許輸入009好了Enter過 那你會發現009切過來 基本上最多只有到008 可是呢 你會發現如果沒有函數 他有個特性 如果他找不到的話 他會找接近的 也就是008沒有 他會找009 不過這個可能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你沒有你應該告訴我沒有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沒有 你卻告訴我你就直接把008帶過來 那可能會發生錯誤了 所以呢比較好的策略是這樣 最好也許這邊乾脆做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的來源 就是編號 那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會比較 比較起來的話 比較不容易出錯 反正編號裡面有多少個 自動過來 就會可以有一個 就是讓使用者下拉 下拉清單的好處 至少不會 不會做錯啦 OK 那要怎麼樣 在這邊做個下拉清單 那其實做下拉清單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建立一個清單 也就是你這個地方編號 OK 那編號裡面的話 假設我今天需要 把這些全部變成一個 一個名稱 那我前面有講過 這個地方你可以 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把 編號下面這個地方 選起之後 這個地方你可以輸入編號兩個字 它再Enter過來 就跟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定義一個名稱 不過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我教各位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把編號一起選起來 上禮拜有講過 一起選起來之後 找到公式裡面 有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也就是說你的名稱在頂端列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頂端列這個名稱 變成一個 一個名稱 那底下就是他將來帶的資料 OK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有個編號 編號裡面的自動會有 帶出這些 OK 那其實 同樣的方法 姓名跟總銷量名次 有水準有沒有 總共這後面還有四欄 其實 如果你是四欄也要變成名稱的話 接著一個更快的方法 乾脆你把這四欄也選起來 其實剛剛一起這個五欄都可以選起來 你可以怎麼樣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你想說 這個選了五個 其實 頂端列的好處就是說 從選舉範圍建立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些全部怎麼樣 都建立名稱 OK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發現 名次 這邊有了 他對應到哪裡 這個範圍有沒有 姓名 自動對應到 業務水準 OK 所以基本上 以後如果說你要建立的是大量的範圍 很多欄對不對 很簡單 你就把那 假設五欄全部一起選 選完之後 直接用一個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記得選的時候 上面的這個範圍要選到他的名稱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名稱 帶過來這邊 然後對應到他底下的資料 OK 所以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做好這些了 裡面比較重要的 假設下拉清單的話 最重要是編號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接下來切回到這邊 界面 如果說我要做個下拉清單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在 剛剛是公式吧 切到資料裡面 的 有一個什麼 資料驗證 特別注意這個功能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我們需要把這個儲存格裡面 變成一個清單 那原來是任意值 請注意 就是說這個地方 把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把它改成清單 OK 那把它改清單 改為清單 原來任意值 下面沒有 清單 接下來他會問你 來源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那個儲存格 變成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你必須要給他來源 那來源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 用選一個範圍給他 或者我覺得 我比較建議你用F3 F3裡面呢 你希望這個清單來源是個編號 那剛剛我們有定一個名稱叫編號 那你就把這個編號怎麼樣 直接變成來源了 OK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儲存格 會變成一個清單 而這個清單點擊他的時候呢 他會幫你怎麼樣 把 剛剛鍵的那個 編號 自動帶過來了 OK所以將來呢 我還蠻強烈建議 以後如果說你有很多地方 可以 固定需要帶資料的話 那你就做成清單 我覺得這個方式 的好處就是說 避免使用者 就是自己亂輸入 因為他如果從清單裡面抓資料的話有個好處 他比較不容易 打錯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根本沒這個資料可以亂填 OK好 所以這個地方假設我填 選了一個001 有沒有他自動會 帶出 他 我們剛剛的 這些相關的資料過來 OK 下拉清單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的這個lookup 其實我們除了說呢 底下這個資料 lookup vector 其實你除了可以用剛剛 直接去選取 這個lookup的這個 這個編號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呢 按F3 可以用什麼 用編號來代替 那result的話呢 因為我要帶回來 也許是姓名 F3 那因為我剛剛有選取整個範圍 那個什麼呢 頂端列 直接從頂端列 從選取範圍頂端列裡面 帶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 把它改成什麼 你會發現呢 他同樣的 會用編號 帶過來的範圍 就等同剛剛你用選的 可是他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按確定之後 就是你的公式裡面 會比較容易理解 有沒有 你會發現 C2指的是上面這個儲存格 要到哪邊找 到編號裡面找 帶過來什麼東西 帶過來是姓名 OK 所以 就是 比較容易去 去做一個理解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你們 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直接把這邊有沒有 改成F3 這個是從編號裡面 去找什麼呢 找也許後面的話 是找總銷量 F3 然後把總銷量帶過來 這樣的話呢 打勾 公式會 雖然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公式的可閱讀性 會比較高 OK 所以將來也許你在做 你在工作的時候 我是建議很多人其實都不太習慣用那個名稱 不過我自己是蠻習慣用名稱的 主要的原因是將來你回頭看 這個公式 你會一目了然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公式的話 不是用這種方式名稱的話 你就會 像剛剛這個東西 你說這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光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 頭暈了 尤其是你一段時間 沒做這個 也許你打開這個Excel裡面的資料 你會開始 頭痛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甚至你把資料給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比較容易一目了然 他也會比較知道 原來這個資料 這個名稱 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他自己會去稍微看一下 你們剛剛這個 編號 點擊他 點下面一下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範圍圈起來 OK 就會有一個對照關係 那這個 這個觀念 比較像是用資料庫 其實資料庫裡面很多都是 在資料庫裡面的一個資料表 其實就是一個對照表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把這個地方做成下拉清單 OK 第二個的話呢 把底下的這個地方 改成用名稱來表示 所以兩個重點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